一般来说最主要是看它的粒头 粒头大的话自然就吸引 一般都看大小 接着我们又看脂狂 如果见到它是翠绿色的 就代表新鲜 如果见到偏黑的 可能它就放了一段时间 敷了脂的时候 糖度或者新鲜度都会下降 另外就是看它的色窄 色窄最好是翠绿 翠绿代表它是新鲜和爽的 它的形状一般正常是一个糖月形 但有时它生得非常之够营养 很饱满的时候 它甚至会呈现一个心形的形状 就是为之最好的香蕴 讲起香蕴蹄子 香港人最熟悉的 一定是江山苑出产的晴王 晴王在众多香蕴之中 甜度最高 所以价钱亦都最贵 除了晴王之外 原来还有其他苑都有出产香蕴 而且款款都有不同的特点 这一只生蕴蹄子 其实在日本都相当有一个知名度 首先价格比较相宜 一般市民都可以买得到 再加上它的品质都不差 糖度或者粒头都达到标准 所以都很受当地人欢迎 这一只就是山苓的香蕴蹄子 这一只都是比较多汁 和甜度比较高 接着就是长野香蕴蹄子 这个长野是香港人宁知最深的 它的特色是皮很脆 另外多汁和粒头都是很饱满的 另外今年多了人买的 就是这只倒筋圆的香蕴 这一只在各方面比较平均一点 无论甜度、粒头和它的饱满程度都是OK的 除了一般在市面上见到的包装香蕴之外 今年日本亦都和香港公司设计 月套中秋香蕴荔盒 荔盒精算山梨香蕴 粒粒都饱满香甜多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